乌龟冬眠吗? 乌龟每年都会冬眠,温度低于15度时就会有冬眠的迹象,其冬眠时间在秋末春初,大概在10月底到4月初。 在冬眠之前,它们会有频繁掠食的情况,这是在为自己的冬眠做准备。 所以在乌龟有冬眠迹象之前,我们需要增加喂食料并且四味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,如小鱼干、小虾、瘦肉等。 改为每日两次,帮助它储存足够的脂肪越冬。 很多乌龟都是在沙子泥土中冬眠,所以在它即将要进入冬眠状态时,应准备好沙子泥土,然后上面用肺豹纸揉成团进行覆盖。 冬眠醒后的乌龟不要立即喂食,两三天后可在食物中拌入适量的营养药物进行投食,然后逐渐加大四味量,恢复到正常四味状态。